这个是您 特意把照片屁扯过来 没想到啊 我本人比照片帅 冒昧地问一下 有多高 净身高一六五 才一六五吧 您多高啊 一八零 差一点点 十五厘米 您的学历 弥补了您的身高缺陷 那你拿什么弥补啊 我的男人味啊 白女士 是 您是王先生 是我 您 您好 请坐 谢谢 这个是您 不好意思啊 我曾经被女性以貌取人 所以 在照片上动了点手脚 其实您大可不必 绝大多数女性 都没有那么肤浅的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 多关注我的内涵 而不是外表 所以 特意把照片屁扯过来 什么 没想到啊 我本人比照片帅 也算是给你一个惊喜吧 你这个说法倒是蛮惊喜的 那我们开始正式相亲吧 哦 开始吧 嗯 嗯 嗯 这是我定期存款的存单 这是我理财产品的清单 这是我的个人体检报告 我的征信报告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是我的支付宝余额 对不起啊 王先生 我不知道现在相亲要准备这些东西 没关系 您下次补上就行 对不起 白女士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 您不穿鞋的有多高 净身高一六五 才一六五啊 您 多高啊 一八零 差一点点 差多少 十五厘米 那咱俩一样啊 所以我有点担心 我们那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以后掌握高 我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也有可能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啊 反正得生三个 其中至少一个儿子 王先生 你是不是有点想太多了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思考 不过也还好 您的学历弥补了您的身高缺陷 那你拿什么弥补啊 我的男人味啊 男人味牌的 立森高鞋垫吗 您还挺幽默啊 我能不能再冒冒地问一下 您年的收入是多少 十几万吧 才十几万啊 您多少啊 不到一百万 差多少 差九十多万 九十多万 那就是几万吗 但我有编制啊 我再冒昧地问一下 您做四菜一汤需要多少时间 三年 三年 一年买菜一年洗菜一年学做菜 合着您不会做菜 那您打扫房间带孩子 洗衣服应该擅长吧 我为什么要擅长这些 不会做菜 不会洗衣服 又不带孩子 不收拾房间 您还敢出来相亲 你都敢冒昧地出来来了 我凭什么不敢啊 算了 看在您房子的份上 这条过了 不过 您眼睛有点小 能整一下吗 可以啊 咱俩一起去 你整整脑子 我整整脸 你什么意思 王先生 我觉得我可能配不上您 今天就这样吧